求你相信我 是李慧在说谎 我就没有给他加工中药材 我比豆鹅还冤啊 我帮不了你 李慧亲口承认了 就是你给他们加工的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 你的工厂还想不想要 我真的要被气图写了 我没被人这么冤枉过 我把两百万还给你 这次我认再可以了吧 我让财务给你打钱 两分钟后 二百万我收到了 但是不好意思 我骗你了 张启动就没准备放过你 你的工厂还是要停产 这算是对你的惩罚 你们还是人吗 我可是帮了你们 你们不但把酬金药回去 还要让我工厂停产 我还养着几十号员工呢 你这是要让我破产 我不服 我要见张启动 另外一边 云姐 咱们的加盟商 现在已经有九百家了 供货压力越来越大 咱们自己的粉碎工厂 什么时候能加工 设备已经齐全了 后天我们可以自己加工了 以后不会再被别人卡脖子 太好了 我这边也有好消息 各地加盟商都来报喜 说每天生意都爆满 后悔当初把店开得太小了 这些加盟商在当地 为了我们做了免费宣传 现在我们不用宣传 每天都有四五十人 过来找着要加盟 说明我没有看错人 当初我就觉得你是 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咱们这样经营下去 张启东就说定了 他恐怕还要对付我们 先不想这些了 我听说有两个加盟商亏钱了 还要过来找我们退加盟费 你说的那两家我知道 第一家是顾客去吃面 把醋或者辣子稍微放多一点 他就和顾客生气 甚至对顾客说脏话 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适合做生意 他不光让我退加盟费 还想让我把他损失的都不给他 比如房租水电 都要怪到我的身上 我没有同意 他说要坐车过来找我的事 那就让他来吧 我倒要看看这个人有多不讲理 那第二个亏钱的加盟商是什么情况 第二个加盟商经常打骂员工 觉得自己是老板 自己就高员工一头 对员工以止气使忽来喝去 员工要是敢顶嘴 他就扣员工的工资 这种情况下我都可以想到员工是带着气上班 甚至背着老板搞一些小动作 店里不赔钱才怪 就这样还想让我退加盟费 正在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 王大雷 你怎么来了 小慧 我看你生意做得红货 我也想加盟 我想清楚了 去外地也行 只要能挣钱就行 我听说你的加盟费是六万块钱 都包含什么 指导店面的装修和培训员工 然后可以挂我们的牌子 我最关心的是汤料配方 这个你要手把手教会我才行 汤料配方是不会交给你的 汤料里面有十种中药材 这十种中药材我会磨成粉给你发货 什么意思 我都给你交加盟费了 你都不告诉我汤料的配方 你这也太坑人了吧 觉得坑人你不加盟就好了呀 我又没有求着你加盟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再考虑一下 那你能不能把六万加盟费给我免了 毕竟我们也是老熟人了 我以后进货你都能从我这赚钱 这个你不用想了 免不了 有什么免不了的 以后你从我身上挣的不止六万 眼光放长远一点 做生意是灵活的 不要那么死板 算了 你不要加盟了 我没有时间和你拉锯站 你这种人加盟了以后 肯定也会各种挑毛病 我伺候不起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是好好和你谈的 你是个头不见长 脾气长得厉害呀 正在这时 刘一手也来了 王大雷 没想到你也在这里 小慧 谁惹你生气了 气得脸都红了 刘一手 你基本上是最早加盟小慧面馆的 现在生意怎么样 哎呀 我只恨自己的店面太小了 还没怎么样店里就坐满了 中午饭点的时候排队都等不上位置 顾客就跑到两公里 吃外别人的加盟店去吃饭了 我现在就准备签 到外室再开一个加盟店 可惜我要先培养一个店长出来 不然我走不开 真的这么挣钱吗 你不会和小慧和起伙来骗我吧 你真是火眼金睛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我们就是合伙骗你的 你可千万不要上当 不要加盟 没啥事你可以走了 你不要留在这里上当 装得真像 在我面前说反话 和我玩欲擒故纵那一套 我还就不走了 我看看你们有什么把戏 我真是懒得理你 小慧 我来找你 是想问培养店长的事 这个店挣钱是挣钱 可这个店我一走就不行了 就是因为每天顾客太多 需要操心的也很多 我的心好累啊 最累的就是顾客到门口了 我却挣不上他们的钱 眼睁睁看着顾客 跑到别人的店里 我第一次觉得挣钱这么累 我必须要开一个 两百坪以上的大店 我去其他城市再加盟一次 再开一家店 你教我怎么培养店长 毕竟两个店离太远 这边发生什么事 我赶不回来 培养一个店长很简单 我给你一份资料 照着资料上的做就可以了 但至少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而且要找信得过的人 留一手 你说的跟真的一样 我去你店里看看 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 我也加盟 你别去我店里 你不要加盟 我和小慧都是串通好演戏给你看的 加盟你就上当了 王大雷 你确实不需要去他店里了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接受你的加盟 正在这时 一个男人气冲冲的走了进来 你就是理会吧 就你这破加盟 让我一个月赔了三万块钱 你赶紧把加盟费退给我 你是因为打骂员工 员工不好好工作 所以导致自己赔钱 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怎么可能给你退加盟费 我是老板 我打骂员工有什么不对的 我给他们开工资 我说什么他们都应该听什么 我的员工是你们培训的 他们不听话 难道不是你们培训的有问题吗 快给我退钱